台劇真的變好了 而且這不是台灣人的自嗨 連我都是這樣覺得 無論是從劇情的張力、一體的深度 到戲劇整體的精緻度、自由度 許多超高素質的台劇 像是我們與惡的距離、同齡少女、火神的眼淚、斯卡羅 各位朋友們,大家好!安安,大家好! 我是蘇坦,歡迎收看這期的節目 今天我們來聊一下為什麼台劇開始雕達中劇 這幾年很多人都在說,欸!台劇真的變好了 而且這不是台灣人的自嗨 連我都是這樣覺得 無論是從劇情的張力、一體的深度 到戲劇整體的精緻度、自由度 許多超高素質的台劇 像是我們與惡的距離、同齡少女、火神的眼淚、斯卡羅、柴精、 做工的人、天橋上的魔術師 還有村裡來了個暴走女外科、國際橋拍攝、華燈初上 太多數不完的台劇 而且各位注意一下 熟悉的語言、熟悉的文化 看了格外有共鳴 以次次成為大家討論的話題 我覺得這些戲劇也能變成台灣的很棒的一個人勢力 像是同齡少女,就是以台灣的宮廟文化為背景 再講述一個有同齡能力的台灣女孩成長的故事 或像斯卡羅是以1867年美國商船羅妹號事件為故事背景 再講過去台灣的原住民、閩南人、客家人、日本人、美國人之間發生的衝突交流與情感故事 又像是《火神的眼淚》 再講述台灣的消防故事與救援任務中的人性與現象 並揭露消防救援不為人知的辛苦 這些台劇有時也成為其他台灣作品的二創主題 比如說台灣的成人片名華登初上 就是以華登初上為靈感 當時也引發了不少的討論 不過這是題外話 那回到正題 過去台劇先是被韓劇屌打 再被陸劇暴打 尤其是面對西朝鮮崛起的超大韭菜市場 曾經有數年的時間 他們土豪式的大灑壁 還有各種的洗腦廣告的瘋狂置入 甚至對台灣人才進行各種滲透、金錢優惑 讓台灣的銀事業從幕後人員到歐像明星都紛紛被中國收買 原本就缺乏資金的台灣銀事產業 又流失人才 這真的是令人喪氣 但是走出低谷期之後的台劇 就像是歸滅裡面經過修行的Tanjiro一樣 實力大增,品質也越做越好 再加上從2016年開始熱門的國際銀營串流平台 OTT像是Netflix、HBO GO、Disney Plus 同時也讓台劇打開了一個全新的更宽闊的世界舞台 再加上台灣本土的My Video、Liantv、Friday影音、Catchplay Plus等平台業者 同樣也在到處蒐集好的台劇作品 反觀中共國 在習維尼的英明領導下 越來越多的言論審查與限制 讓中國的銀事作品越來越像車禍限制 戲劇但失去了靈魂 那就只會剩下一些奇怪的東西 像是國裝劇三千鴨沙 為了封殺劣質藝人 他們強制使用AI技術幫角色換臉 整個人直接變成了外星怪物 或像是山河令 那些讓人覺得很尷尬的製作性行銷 反正你就給我買東西就對了 一些比較有想法的觀眾 開始感覺到這些中劇 根本就是把觀眾當作腦殘的感覺 一種不被尊重的藐視 我藐視你 一不一定是一旦只把觀眾當成腦殘叮耳的時候 他就很難再被稱為一部作品 重其量就是一個工具 宣傳的工具 洗錢的工具 維穩的工具 其實中國不是沒有好的導演 跟好的編劇 想拍有深度的戲劇 只是現在中國社會越來越不給予創作者空間 任何作品只要牽扯到一點點的社會議題 或政治不正確 都會被看成在諷刺洗包子做的爛 該下台的意思 文革式的清風不識字 何必亂翻書的那種脆弱跟敏感 還會隨著習維尼在位的時間越長越嚴格 畢竟以前還能推卸給前任領導人的社會問題 現在也很難再說是前任的錯 那樣只會更加顯示出他的無能 那習維尼到底是怎樣把他搞爛的呢? 2018年中國發佈限於令 限制電視節目的過度娛樂化 什麼叫做過度娛樂化? 電視節目本來不就是拿來娛樂的嗎? 應該也沒有人真的想看新時代學習大會吧 科學的理論、偉大的理論 就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還有2021年中國政治犯圈 也就是粉絲團 芒果TV要求旗下的藝人簽署藝人藝德承諾書 其實共產黨是不是應該自己先簽一份政治道德承諾書呢? 2021年底還公佈十四五中國電影發展規劃 規定電影作品必須要讚美黨、讚美祖國、讚美人民、讚美英雄 你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嗎? 當然,還是要搭配各式各樣白紙黑字的通知和細則 比如說什麼關於進一步加強娛樂明星網上信息規範相關工作的通知 或網路短視頻內容審查標準細則 其他還有低致娘炮文化 禁止真心藝人 禁止過度化妝 禁止披著軍旅皮談戀愛 還有禁止小鮮肉拍軍旅主題的影片 百合就是女女,男男都不行! 有些中國網民直接崩潰的留言說 還是直接播歷史課就好 我其實蠻想建議習近平乾脆跟金正恩買北韓的電視節目 用AI換臉把自己的臉皮上去就好了 金正恩的身材還是比較好一點嘛 金正恩同志 百姓的喊一路必須嚮嘩 2019年度撼廢清零政策重創中國經濟 中國常常在節目的植入降低 資本熱潛也開始退潮 對於那些去中國發展的台灣營事從業人員 薪水更是大幅減少 再加上現在中國只剩共產黨萬歲 跟歲月靜好的戲可以拍 這對台灣人來說太嚴格了 根據《金周刊》採訪的一位台灣營事工作者說 不能說我們逃回來 但是我們確實撤了回來 其實直接承認也不會有人笑你們了 還有也別忘了 那些生長在強國的玻璃小韭菜 還會不定時發作崩潰症 各種無腦的文革式審查這些台灣藝人 比如說發現張君寧的碩士論文體積《我國》 遭到批評他是台獨份子 被新的中劇除名 或是日比田復正在裴洛西訪問台灣的時候 發布吃義大利麵的圖 被說是暗停義大利裔的裴洛西 當然,相信台灣不會是那些填供失敗的台灣藝人的收回場 許多台灣的觀眾還是會分辨演員的實力 並且由於台灣的自由與創新 新型態的影響媒體平台帶來的機會 還有境界而來的國際情勢 都讓台灣的影視產業 都有再一次掌握民運的機會 當然,我們也要好好的支持這些努力的台灣的國產作品 那你們認為還有哪些是最近看到的超棒的台灣影視作品呢? 歡迎在留言區這邊留言 非常感謝各位觀看 如果喜歡這種內容的影片 請按讚、訂閱跟留言 想贊助的話 在這裡跟影片下面 會有Patreon這個網站的連結 我是斯坦 我們下次見 掰掰啦!